古宁头幸存者陈书妍、夏、作者赵川、朗读者月泽 噩梦伴随了她的后半生 虽然时隔六十多年,陈书妍对很多人和事的记忆都已模糊 可她对一个时间记得特别清楚 那就是从金门被押往台湾基隆港的日期 1949年11月6日 清晨如雪的太阳从海面升起 战俘们的心却沉到了海底 他们先是被人用小船分批运转到一艘大船上 大船停泊在大小金门岛之间的一片水域 战俘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搜走了 一切都被逃空了 漫漫长夜即将开始 陈书妍回忆说 在金门时已经饿了几天 到了大船上依旧没有吃的东西 已经饿得昏昏欲睡的战俘们 只能吃随身携带的残余生米 有一些人挺不住就饿死了 还有些人实在饿得慌就开始抢别人身上的米袋 你争我夺之间 有人从船上掉落下来 立刻被摔死了 也无人闻问 就这样 从钢铁球龙中战俘们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一路上绝望而死的人不在少数 船底高雄港 大船慢慢靠了岸 等待这批战争幸存者的 是生不如死的磨难 在高雄 陈淑妍等被压上列车 列车的门窗早就被全部钉死 只留有一个出入口 战俘列车一路往北行驶 最终停在了新竹的湖口 陈淑妍和其他战俘一起 被关押在临近海边的一个小学校里 进行围棄一个月的洗脑 就是讲共产党如何骗你们 教你如何痛恨共产党 你如果讲一句违反的话 马上就没命 明天早上一准就看不到了 如何处决 大部分都是活埋 子弹要留着打共匪 不能浪费在你身上 陈淑妍说 当时的心情坏到极点 沉默寡言数十年 甚至连梦话都不敢说错 只为了死守一个秘密 自己曾是共产党员 似乎也没有人对她的过去感兴趣 谁都不去问 她也从来不说 女儿陈欣怡慢慢长大 长到三十多岁 这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父亲 女儿同父亲有过这样的对话 你能否说一下被俘之后的情况 陈欣怡问 现在照样不能讲 讲了对你们不好 唉 这是机密的问题呀 老麦的陈淑妍痛哭失声 在女儿的记忆中 父亲喝了酒 经常会哭 这批金门战役的被俘人员 接受洗脑教育后 被编入国民党军队 但仍遭到长期监控 在部队里 不时有人来套话 问他觉得 国民党如何如何一类的问题 他必须很小心地回答 更让人胆战心惊的是 上面的人 还会让战俘们互相咬 他的共产党身份 一旦被发现 只怕是性命难保了 这恐怖的梦魇 一直伴随了他几十年 依靠酒精麻醉的灵魂 没有办法 不喝酒 我没办法入睡呀 头脑好乱 想回忆过去 可总也想不起来细节 哎 陈欣怡用手中的地位摄像机 真切地记录下 父亲痛苦的内心挣扎 父亲现在每天要喝 一瓶半容量的白酒 他以此麻醉自己 才能进入梦乡 不是现在 多年来即如此 很小时候 我就恨父亲 陈欣怡还很小的时候 父亲常问女儿的一句话是 我和你妈妈离婚了 你愿意跟谁 在陈欣怡的记忆中 父亲从部队退伍后 就在一家钢铁厂上班 因为离家远 只能在周末回家 回家后就自顾自喝酒 喝完酒就骂人摔东西 还打母亲 拿着菜刀四处追她 每个周末家里都是吵闹声 东西被摔得乒乒乓乱响 年幼的陈欣怡只能捂着耳朵 缩在角落 邻居们探声过来问 哎 你们家又出什么事了 她很想离家出走 可是谁能收留自己呢 有一次 父亲在夜里喝了酒 将母亲关在了门外 一直关到午夜十二点 母亲出生在台湾 她很胆小 不敢反抗 只能在外面待着 直到父亲发泄完毕 良心发现 自己将门打开 母亲这才捏手捏脚回家 随即赶忙收拾东倒西外的家事 并安顿几个孩子入睡 出生在这样一个 时刻充满硝烟味的家庭 年幼的陈欣怡 心里满是恐惧 等到董事时 她开始自卑 总觉得低人一等 每次出家门 她都极力回避邻居那种怪怪的眼神 只能低着头 贴着墙根走路 陈欣怡的家 位于台北市郊的台北县新庄市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满下的多层建筑的顶楼 共三十平 当时花掉了全家的积蓄 直到现在 除了同母异父的姐姐出嫁之外 自己 父母 弟弟 及哥嫂和三个侄女 共九口人还住在这里 因为是顶层 根据台湾法律可以加建一层 这样一家人勉强能容身 自己和弟弟迄今都还没有成家 是名副其实的圣女圣男 后来 父亲所在的工厂搬到外地 回家就更少了 从每个月回家两三次 再到两三个月回家一次 不同于其他同龄伙伴 陈欣怡从小就不喜欢过年 因为一到春节 父亲就会回来 又该鸡犬不宁了 似水流年 人生如戏 如今 面对老麦的父亲 陈欣怡开始有了全新的认识 父亲1996年 从陆军后勤部队退伍 直到1974年才结婚成家 母亲的前夫因病过世 便带了一双儿女改嫁过来 再生下了陈欣怡和弟弟 1975年 陈欣怡出生时 父亲年已45岁 陈欣怡说 论年纪 我都可以叫他爷爷了 但他却是我的亲生爸爸 他说 作为一名外甥老兵 父亲没有挑选配偶的资本 比起那些取残疾或智障女为妻的老兵 他已算是很幸运了 对这场婚姻的起始 父母各有说法 父亲陈淑言说 是经朋友介绍才认识了太太 她是台湾本地人 带着一双儿女 看到两个孩子像洋娃娃一样可爱 当时就觉得 同这样的女子成家一定会很幸福 于是同意组建家庭 谁知道生活会是这个样子 而母亲则说 家里人都说外省仔顾家 也会疼孩子 觉得嫁给这样的人虽然穷一点 但家庭会很稳定 谁知婚后情况这么糟糕 父亲退休后 一家人开始生活在一起 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 可父亲孤僻 难以与人相处的毛病 丝毫未改 他依旧我行我素 每天他独自上市场买菜 自己煮饭炒菜 在同一间厨房 父母各忙各的 形同陌路 没有人与父亲说话 他说话最多的 是对家里的一只小鸟 自言自语 陈欣怡虽然自卑 但他懂事很糟 是个争气的孩子 从小他就知道 必须用功读书 将来才有出路 在他小学的学籍资料上 家庭经济状况一栏 填的是清寒二字 全班仅两三个清寒学生 他因此领了好多年的 清寒助学金 后来 要强的陈欣怡顺利考上了台湾大学 台大 在台湾人心目中 类似大陆的北大和清华 念了八年政治学之后 陈欣怡硕士毕业 父亲日渐老迈 家境依旧清寒 他知道 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打拼 前面的路并不好走 静雅思听 智慧声音 我的骨灰宁坐浮尘 也不要洒到海里 陈欣怡说 十九岁是父亲生命里的一个节点 换句话说 经历一九四九年金门古宁头的那场战役之后 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性格逐渐变得阴郁孤僻 血与火的战争 他侥幸存活 可是活着也是一种负累 在台湾漫长的岁月里 烈九就是他最好的朋友 身为这个不幸家庭的一员 女儿陈欣怡总结父亲这一生 父亲的前半辈子 活在有战场的战争中 后半辈子则生活在家庭战争中 前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 后面的战争是痛苦与折磨 总之苦难缠绕了他一辈子 陈淑妍八十岁时的一天 一个人到街上买青草凉茶喝 端个纸杯 手不停地颤抖 试了几次 杯子都举不到嘴边 女儿手中的DV如实记录了老人的真实状态 陈欣怡坦言 如果他只是一个陌生的老人 我会心疼他 当他成为我父亲的时候 对他的恨意竟丝毫不减 父亲和母亲组建了一个破碎的家庭 仿佛将痛苦的种子种植在全家人的心上 陈欣怡回忆说 组织拍摄纪录片时 总共有十部片子在拍 每周大家都会在课堂上交流拍摄进度 有位同学也拍自己的父母亲 他们十分恩爱 很是感人 片子放完时 大家热烈鼓掌 交口称赞 见此 陈欣怡却悄悄哭了 她很嫉妒这个同学 他们家可以这么美好 而我呢 镜头下 那些令人难堪的画面 简直是现丑 镜头将时间带到2008年母亲节 那天 一家老少坐在一起 陈书妍独自坐在沙发上 她拿出一个金戒指 当着全家人的面说 今天是母亲节 要把这个戒指送给妻子 连说了好几遍 似乎没有引起大家的注意 此时 孩子们自顾玩耍 而妻子正在照顾外甥女 根本没听见她说什么 陈书妍觉得善心被误解 自己被冷落了 瞬间勃然大怒 她将戒指一把扔到了地上 我一生没有干过一件坏事 可你们为何要这样矮化我 脱口而出的竟是一些不明不白的话 陈书妍对妻子用的是粗话 女儿陈欣怡也毫不客气地反唇相机 用的也是不堪入耳的粗话 这一场景真切记录了这一家人 对我不好 对你们也不好 陈书妍说 她担心这些内容有可能会让自己再吃牢饭 我老了 不想再受那种折磨 女儿陈欣怡大声质问她 都什么年代了 你以为现在还有人会监视你吗 父亲的回答毫不含糊 是 虽然看不到 但我想得到 感觉得到 末了 她发出哀鸣般的祈求 你们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 没有经过那种痛苦 没有经过那种恐怖 陈信仪说 自己受过良好教育 一度很不明白 父亲为何老是跳不出过去的阴影 总不能从精神的枷锁中解脱 现在终于明白 当年的白色恐怖 对人心灵的摧残是多么深切 不是我父亲不肯说 所有和我父亲同样身份的人 在台湾依旧尽如寒蝉 如今 金门战役已过去了六十多年 台湾解岩也已二十多年 可陈淑妍们依旧没有走出当年的恐怖阴影 女儿陈信仪说 父亲最近经常念到一句话 我们本来是兄弟 是一家人 为何换上不同的制服 就成了仇家 互相杀红了双眼呢 对陈淑妍来说 大陆老家已经没什么特别需要顾念的亲人了 还有一个妹妹健在 她的两个孩子分别在杭州和上海生活 由于年事已高 对大陆已故亲人的牵挂 只能体现在逢年过节时 她会对列祖列宗牌位 焚一香祭拜 祝愿他们在天国安好 并希望庇佑后代子孙 父女俩就老人百年之后的安排 有过一番讨论 在台北一座公园里 老人对女儿说 这里很热闹 既有小孩子玩耍 也有老人在闲聊 愿意安息在这里 我死后 就将骨灰悄悄洒在公园里 哪怕让人荡成灰尘 随手胆調 落到地上 飘到空中 这样最好 一切悄无声息 女儿问 可否洒到大海里 老人立刻制止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我这一生就是吃了海水的亏呀 没有海峡里的那湾水 我不可能到这里来 也不可能沦落到今天 老人用一声沉重的叹息 为自己的人生做了注解 哎 金门的那湾海水呀 挡了我大辈子的路 此文收笔之际 已是2011年6月间 我离开台湾 回到大陆 转眼已有数月 因需要核实一些内容 我向陈欣怡发去了电子邮件 她回电邮说 父亲现在病情加重 正在住院 我要尽女儿的责任 每天既要忙于工作 又要照顾父亲 很累很辛苦 陈欣怡反问 我父亲的故事 大陆还会有人关注吗 背景补白 金门战役 及后续 金门战役 台湾称古宁头大劫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北京宣告成立 10月17日 国民党军 他安伯 弃手下门 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 第十兵团司令 叶飞决定 集中船只 进攻大金门 由于战备不足 日期一再延后 1949年 10月24日夜 解放军 呈掌潮之际 渡海抢滩作战 解放军登陆部队 在金门岛上 苦战三昼夜 中营后援不计 宣告失利 资料显示 解放军在金门之战中 既有数千人被俘 他们的命运 坎坷曲折 战斗结束后 一些原本 从国民党军 俘虏过去 加入解放军的 特别是进入福建之后 被俘虏的 再次被国民党军队 俘虏后 立即被捕入金门守军 其他俘虏 则被运抵台湾 在内湖新生营 集中关押 军官及共产党死硬分子 被立刻处决 其他人则被反复洗脑 1950年7月起 国民党方面将战俘中年龄较大 伤残的党员干部 和一些坚决要求返回大陆的战士 分批遣返 先后于7月 10月和11月 遣返三批 约600人 细余战俘 则留在了台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